有退伏会转投资的半亚工程 去年底承办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重划工程 经费超过了12亿 但现在却被发现 半亚工程的前总经理张子文 疑似涉嫌扶报了500万元的工程费给下游包商 再从中收取回扣 警调15号展开了搜索 约谈包含张子文在内一共三个人 漏页询问之后 依法是预令张子文100万元交保 其余两个人则是以30万元交保后船 经过一夜征讯 泛亚工程前总经理张子文 低头不发抑郁 不断用鸭舌帽频频遮脸 还因为看不到去路 一度走错方向 到底有没有收回扣啊 在律师陪同下快不离开台北地检署 他涉嫌利用植物之便 收取公共工程款回扣 为了厘清案情 台北地检署15号分案调查 兵分七路搜索 约谈泛亚工程前总经理张子文 还有一名工程师 另外约谈一间下游包商负责人到案 去年底泛亚工程 承办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45公顷重化工程 不但结合桃园国际机场 捷运线等等 将来还会配合支援航空城的计划 工程经费超过12亿元 却爆出泛亚工程前总经理张子文 涉嫌扶报500万元的工程费给下游包商 再从中收取回扣 后来被内部高层发现运营成本增加 才东窗事发 泛亚工程建设公司成立超过半世纪 最大股东就是退附会 国内外很多大型工程建设都由他们承揽 这回疑似爆发弊案 约谈三人漏月征讯后 张子文100万元交保 另外两人30万元交保 案件是否在向上延烧 也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记者王次恩 高子尧 台北报导